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所要分享的单元是信仰QMA 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在生活当中 或是在读圣经的里面 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信仰的问题 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思想 我们的牧者也会从圣经当中给我们解答 今天这位听友写信问道说 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 我们知道刚开始美国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 然而以前的那个美国跟现在的这个美国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请钱牧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有一个五角大厦 这是他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据说在美国的五角大厦 在立根基的时候 是把圣经埋在下面 也象征的美国要以圣经来成为他立国、治国的一个准则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 还有在美国历任的总统 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着圣经来宣示 因此美国是以基督教的信仰和精神 以圣经的真理来立国 我们以此来说 基督教是美国的国教也不为过 然而美国自从立国到今天 刚开始美国的立国还有整个的国家的发展 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很蒙神的祝福 但是渐渐渐渐的 美国这个国家也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发动战争 还有在国与国之间贩卖军火 在国际之间、国与国之间制造动乱 坐收渔翁之力 美国这个国家自我意识高涨 而且是全世界当中 可以说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 它的能源消耗的来源 却是取利于其他弱小的国家 而且美国道德的沦丧是越来越严重 美国的同性恋合法化 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 有许多美国人 他们虽然号称为基督徒 可是却是从来不聚会的 因此美国这个国家到今天 它的所作所为 有许多都已经背乎了圣经的真理 虽然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和信仰立国 但今天它所做的 已经和圣经不符合 在名义上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但实质上已经偏离圣经真理 所以我刚才说 它只能说是号称 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就好像有许多的基督徒 名义上它称为基督徒 但是它不聚会 不读经 不祷告的光景 使它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有基督徒的名义 可是实际的生活走的 却是世界的道路 虽然如此 但是美国以它从立国到今天 它过去所秉承的信仰的根基 以至于虽然到如今 已经是渐行渐远 但是今天美国 它在社会和教育等等各方面 仍然因为过去的影响 使它今天是多方面 还是呈现着基督教的色彩和氛围 美国今天分布在全世界的宣教士 也是数量 也是数一数二的 当我们说美国 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我只可以这样说 以它的所作所为 已经不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在行 只不过它从过去立国到今天 它所打下的一些基础 还有所存在的一些影响 所散发出来的氛围 使它整个看起来 好像还是属于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但实之面来说 已经与圣经的真理相悖很远了 非常谢谢前牧师的回答 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美国这个国家 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呢 其实当初美国的强盛呢 正是因为他们是以上帝的话语 作为他们在治国 在立国的根基 然而这个原本呢 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啊 好像现在的光景呢 已经大不如前了 已经不比从前了 或许当我们在看待美国这个国家时 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国家 或是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 我是不是一个愿意跟随上帝 愿意把上帝的话 实际的落实在我生活的里面 有些人就是信仰归信仰 然后生活归生活 两个分得很开哦 但是呢 对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的行事为人呢 就是按着神的话语 很确实的落实在生活里面 这样子也才会确保我们的生命 不会走偏 也不会离开上帝 针对美国是不是个基督教国家 你还有一些的疑惑 或者你的心里面 也有一些信仰上面的疑问 你可以把信寄到电台 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或是进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 来分享 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很乐意来回答你 或者你需要我们来为你祷告 也很欢迎你进到我们的留言板 来分享哦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祝福你喜乐平安 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在世上 有多少欢笑 能使你快乐永久 时问 谁能支配 将来永远 不必担心 不必担忧 您何力 哪天才足够 能使你 满足永久 观看 未经许可